夏天到了 家里的孩子因为天气热不爱吃饭 让妈妈很担心不知怎么办 桃园日前举办了一场 妈妈便当创意料理比赛 好吃又好看的便当 让再挑食的小朋友也想尝一尝 可爱小熊的幸福便当 小玉西瓜娃娃餐 兔宝宝家族一起来吃饭 高脚杯里的沙拉 跳躍的音符 这么多可爱的创意便当料理 让人看得实际大动 小孩子如果带到那样喜欢吃的 饭菜他都会很开心 打开便当了很多同学 都会围在身边看他的饭菜 这样料理做得清爽 健康又淘喜才是重点 清爽是最主要 还有好简单 然后不要太多的调味 这现在大家讲说 我要低糖量低炎量 这些大概三高三低 这些都要注意考量的 夏天嘛 那大家小孩子也因为热 所以大家胃口都不太好 那我们可以随着 自己喜欢的口味 去调酸甜的口味 反而比较能促进一些食欲 而且清淡比较不会油腻 看到油腻就不想吃了 这是我简单的想法 从他们的料理当中 看得出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营养的食材 简单的料理 再加上用心的创意 让一家人吃得快乐又健康 新唐洋菜电视胡书霞许涓 台湾桃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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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 栏目标